第十四题有关万有引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万有引力是属于一个超距离 不用接触就会产生 所以选项A说万有引力属于接触力呢是错的 那我们晓得万有引力的意思就是 任何两个具有质量的物体之间 彼此都有互相吸引的力量 他们只有吸引力而没有排斥力 所以选项C说万有引力可能是吸引力或排斥力呢也是错的 那我们老师在教万有引力的时候说过 万有引力的大小会跟两物体的质量乘机乘正比 距离平方乘板比 所以呢选项B说 与两物体的质量乘机乘正比是对的 选项C说与两物体的距离平方乘正比是错的 所以呢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有关万有引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万有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乘机乘正比 也就是这一款质量乘机乘机乘客